有版權的好不好 對…不好意思 好棒喔 太難了啦 而且有時候 根本是站在一個高台上 沒有 就是因為這樣說 我們裡面其實有些會穿到 快五件的內褲都會有 因為我們就是兩件內褲 然後絲瓜 外面有一件衣服 其實根本拍不到 其實還沒有 賣力表演之外還要防狼 秀場工作也算吃力不討好 而且這還只是冰山衣角 還有更多秀場機密檔案 要來公開啦 所以詩儀 到底這個工作最辛苦的地方 妳覺得是在哪裡 我覺得最辛苦就是安全嘛 因為我們的交通很重要 所以那時候 我是從歌手鋼管睡 才會正式轉主持 主持妳不用這樣趕場 因為我覺得藝人 就像他們一直趕場 我覺得生命安全很重要 不用開快 然後還有第二點就是說 以前我們可能就是 整天都一直 一直跑… 因為以前景氣比較好的時候有沒有 那時候像1983 類似那個時候 在那個 那時候我還沒出生 就是在那種大加樂 那時候是因為比較興盛 所以才會有所謂的電子 花生女郎到那個夢阿波 可是那個時候是我還沒 就聽他們講還滿心酸 可是我自己部分 比如說我們要有禁箱 那個做結那個有沒有 就是半夜 那個其實活動是在半夜 所以我們常常半夜的時候 還是就是沒有睡覺 可能一整天24小時都在餐 接下來呢 我們第二位來賓呢 他這個跟我們第一位不太一樣 他是為了自己的這個工作 這個興趣呢 放棄了他的學業 歡迎阿泰 來 看一下請轉身 阿泰本身是餐館系的 是 來 大家先看一下 阿泰現在的感覺 猜一下他大概從事什麼樣的工作 什麼工作 來 小胖覺得他是網咖店店長 我覺得他可能是休閒 然後太喜歡打電動 然後自己去開一間網咖來玩 有宅男的感覺 有一點 他是假髮店的店長嗎 他先是假的 對啊 漾漾 我覺得他看起來很像那個 在淡水老街 然後會幫人家畫那個 Q版娃娃人像的那種 這個現在等於說 阿泰你現在的造型 是學生時代的造型嘛對不對 這個也是你學生時代的照片 那是比較剛... 那是要快退伍的時候的照片 剛好 那你可以就是公布給我們看 你現在的工作是什麼嗎 我現在的職業是紋身師 紋身師 是嗎 是嗎 是 那為什麼要戴假髮呢 因為就是希望有個落差的感覺 那是以前的感覺跟現在的感覺 我們把過去的裝扮先脫掉 來 看看他現在的樣子 你要幹什麼 你要幹什麼 不會吧 怎麼可以 這樣 不對吧 為什麼 怎麼摸那麼近 來 先露出了一個 果然是假髮 這個髮型側邊這是 撕中嗎 還是 那是怎麼了 那是以前受傷 意外受傷的 以前是有在混是不是 沒有 那是 我以前念書的時候 然後跟同學去逛街 然後結果就看到一大票的人 拿著西瓜刀這樣衝過來 然後我跟我同學還以為說 我靠拍電影喔 然後還很興奮想要看這段鬧 然後結果就往我們劈下來了 什麼 就這樣習慣到劈下來 對 結果後來警察查是認錯人 好帥喔 超倒楣 好帥喔 所以他的宿命一直跟 好像黑色沾染的關係的感覺 因為其實他只是去逛個街而已 但你手上的卡通給我們看一下 手上刺的是我爺爺的名字 不過你聽說你這個刺心 也得了很多的獎是不是 還是參加過很多的沾 參加過很多就是國內外的展會 比如說國外大概有哪些 像今年初我有去新加坡 然後前幾年也有去加拿大 跟中國大陸都有 那你是為什麼突然就放棄你的學院 然後去全市事情 對啊 為什麼不能像司儀這樣子 又讀書然後又... 你可以兼著做啊 為什麼 剛好又是那一年是中國大陸的展會 也是國際紋身展 然後我就... 因為要出國一段時間嘛 然後學校沒有辦法兼顧到 就乾脆休學這樣子 那進入刺心這行 有沒有什麼故事或是什麼關鍵 那時候我正好受傷的時候 然後我有一個同學 他爸爸那時候剛好過世了 然後我就想...他就想說想要刺一個 紀念他爸爸的東西在身上 對 然後他就...他知道我平常喜歡畫畫 他就請我幫他設計一個 可以代表他爸爸的東西 然後我就陪他去刺心這樣子 對 然後剛好我...就是... 我的師傅他覺得說 我設計的東西還不錯 對 然後我就... 後來就在他那邊一直學到現在這樣子 所以還是有跡可循 因為阿泰本來喜歡畫畫啊 對...對不對 所以在進入刺心這行是... 是...是...合乎道理的啦 不過其實說真的好像這個家人 一開始不是那麼的贊成 對啊 以前... 上一輩的觀念可能會覺得說 我們做這行可能都是些流氓啊 或者是社會比較底層的在做的工作 刺青一般比較像保守地方的聯想 就會覺得是不是一定是混的人 才會去刺青 但事實上現在很多年輕人都喜歡嘛 那可能代表他自己的一個狀態啊 或是他的態度 他想說的話對不對 阿泰今天有帶作品來對不對 有 好 一個一個介紹 愛情的酸甜苦辣 看刺青會說話 就是一隻大手牽著一隻小手 對 他想要一個十隻甲 對...然後中間是一個骨頭 那時候我帶一個戒指給他參考 這個戒指是我前女朋友送我的 對 那有一天我在台北車站的片窗上面 跟他擦身無果 哇 哇